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6月21号 今天是夏至 今天我在油管社区里写了这么一段话 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它的传统,不论它的德行 一旦走到任人为亲的这一步,也就完了 至少是完了的开始 那么咱们今天这期话题,就是从一对父子彻底毁了一个老大帝国的这么一条 所谓的伟大的道路,说起 咱们先来看一本杂志,这是我保留的一本非常好的杂志 人物,1988年第一期,这上边留下了溥仪的一段硬话 这溥仪当年说过这样一段话 他说这一堆父子,贪赃物国 有辱列祖列宗 我大清三百年天下 这爷儿俩一手坏之 就是他们俩亲手给毁掉的 话说到这里,咱们有些会员朋友已经猜到了 说的不是别人 就是大清朝末年,最后一个铁帽子王 庆亲王一旷,和他的宝贝儿子 故山被子,宰镇 宰镇 这一对爷俩 把这个老大帝国的祖宗江山给断送了 这个大清朝我们知道啊 他这个封亲王的规矩非常的严 尤其是封这铁帽子王 你别看他270多年的天下 但是封来封去 只有11个人 可以成为铁帽子王 就是世袭网替 那么在慈禧太后执政期间 一口气封了三个铁帽子王 要不然清朝只有八个 他封的这三位铁帽子王 第一个是公亲王一新 这个呢 也还算凑合 因为没有一新的话 慈禧太后上不了台 这个心有政变 大家也都知道 第二个 纯亲王一宣 这个也勉强 为什么 因为一宣的亲生儿子 是光绪皇帝 他是占了皇帝本生付的便宜 最让人感到神奇的是 这第三个铁帽子王 也是最后一个 就是这位庆亲王一筐 他身上的优点 到今天 这段历史已经彻底成为过眼烟云的 我们都没有发现 但是他身上的缺点 那真是在当时 人们就有点按捺不住了 为什么呢 他有两个最重要的缺点 第一 是贪 就是贪婪 第二 是平庸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家伙 居然被慈禧太后 捧在掌心上 当成香饱饱 不仅让他总理政务 而且还专门封了一个铁帽子王 那么一况这个人 他如果说啊 他有优点的话 大概可能就是他的这个小聪明 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老太太之所以把他摆到前台 当成一个傀儡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老太太自己方便操纵政局啊 对吧 你越贪婪 你越平庸 你越糟糕 老太太越放心 所以 庆亲王上台以后 有恃无恐啊 大胆的捞银子 捞到什么程度啊 公开的卖官欲绝 就是把这些朝廷上的啊 重要的缺缺分 像咱们今天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部门叫信息产业部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 当年呢 他叫油店部 再早在大清朝他叫优传部 这是一个新设立的部门 新生力量 这个优传部上书 那非得是重要的角色来担任 庆亲王就把他直接挂牌 出售价格三十万两雪花白银 谁能拿出这笔钱 谁就当优传部上书 这庆亲王和他的宝贝儿子 主要是两个儿子 老大宰镇啊 后边还有个儿子叫宰福 就这爷仨啊 把这大清朝的水啊 搅得更浑了 所以当时他们父子有一个外号 叫庆祭父子公司 简称呢 叫庆祭公司 当时公司这个名词是个新鲜词 不像今天 但是这个词在当时所蕴含的意义 非常的深远 为什么呢 就是大清朝成了他们家的买卖了 他们坐吃山空 靠着大清朝 然后还一手着着大清朝的船 这大清朝当时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可是庆亲王父子仍然不放手 狠狠的着啊 不把他着沉了 不罢休 这里边我们要提两个重要的人物 也要提两张重要的照片 这两个重要的人物啊 一个叫曾国藩 一个叫孙家奈 这两个人去世以后 大清朝 给予他们的嗜好 居然是一样的 都是文正 所以曾国藩又叫曾文正 孙家奈 叫孙文正 曾国藩大家都知道啊 孙家奈 大家可能有点陌生 但是要提孙家奈 毕生的一项重要事业 我相信 刚刚走过高考的朋友们 一定会非常的 深刻 北京大学的创办人 就是这位孙家奈 他也是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 当时叫京师大学堂 他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 这两位文正公 与两张非常著名的晚清的照片 有直接的关联 因为清朝末年 大家知道啊 这个照相技术 已经引入到我国了 而当时的主持大局的人 就是公亲王一新 他专门啊 请外国人给他照了一张相片 因为他是洋务运动的主将嘛 他试图呢 是通过这种方式 向外界宣达一个意图 就是洋务运动开始了 我大清朝比不再闭关锁国 连当局的人都愿意尝试一下照相技术 然而这张照片 后来就传到了曾国藩的手中 曾国藩和他的学生 赵烈文 在同志六年夏天的时候 曾经有一番艰难的对话 其中就谈到公亲王一新的这张照片 曾国藩的学生 赵烈文 啊 说了一句话 他说 公亲王的这张小照片 我们看了一眼 这就是一个清俊少年 非尊仪重器 不足以振百聊 这句话翻译过来 就是公亲王的照片上 显示公亲王这个人的气质 这个素质 很轻浮 大家应该记得当年的那个典故 北宋的大臣张敦 王安石的学生 那是奸臣传里边的人 是奸臣 但是他说了一句名言 端王轻条 不可君天下 说的是谁 就是后来的宋徽宗 宋徽宗当时是端王 他就说这个端王也太轻浮了 他不能当接班人 这句话一直流传到今天 那么公亲王的这张照片 留给曾国藩师徒的印象 同样也是轻浮 轻调 所以他们爷儿俩说 凭着公亲王的这个德行 他不足以啊 掌控朝局 而曾国藩师徒的这番议论 或者说这番预言 最后变成了现实 但是我们知道啊 公亲王虽然再不济 他在清朝末年的 这些王宫清贵里 已经算是娇娇者了 后边的王爷 不论是纯亲王 李亲王 还是我们今天讲的 这位庆王爷 谁也比不了 公亲王的一个小手指头 所以第二张 让大清朝这些众臣们 痛心疾首的照片 终于除聋了 这张照片 是庆亲王的大儿子 贝子 宰镇 他的一张照片 宰镇当时可不是一般的青年贵族 他是御前大臣 同时还是商部尚书 而且还是领侍卫内大臣 就相当于今天的中央警卫部队的负责人 一系列重要的财使 都有宰镇来兼认 宰镇当时 有一张非常有名的照片 是在著名的风景圣地 人间天堂 杭州拍的 西湖边上拍的 这个照片呢 是在这 穿着一个短衣襟 手里拿着一个马鞭子 坐在最中间 用今天的话讲 这叫C位 而当时看过这张照片的人 就是八个字的评价 轻薄之壮 浮云之妙 这段话呢 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个出处啊 清末民初云烟录 这是专门记载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一些著名的段子 都是来自于第一手资料 而这张照片被孙家奈看到 孙家奈也说了八个字 官死一照 其运可知 就说看一眼这个照片 后边的运气 运道就都清楚了 我们前面说了啊 这清朝是有规矩的 尤其是王公清贵 不能跟什么演员呢 演艺圈啊 主持人呢 发生横的关系 更不能学他们的做派 而这位当局的青年贵族 在镇 就整出这么一桩事来 接下来的一件事 就闹得更大了 一个北京的小姑娘 掀起了清朝末年 最后一场翻天覆地的大政变 这个呢 也是清朝末年官场上 非常有名的一桩公案 叫杨翠喜案 杨翠喜是什么人呢 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姑娘 14岁 下海 学唱这个京剧 石玉卓啊 石玉卓啊 等等啊 这些传统系 16岁 被带到哈尔滨 开始卖孝生涯 不是名言路 是云烟路啊 过眼云烟的云烟 这个杨翠喜到哈尔滨去卖孝 成了风尘中人 为什么偏偏去哈尔滨呢 因为当年的哈尔滨 跟今天可不一样 今天大家看了 那个曲婉婷 那个演员 她的两个房子 在哈尔滨的房子被拍卖 一共才卖了400多万 真的不算是很贵的 甚至是相当便宜的 可是当年哈尔滨的地价 那在全国排第四 仅次于上海 广州 天津 当时中国的四大名城 就是刚才我念叨的 这四个城市 类似于今天 大家非常向往的 北上广深 所以这杨翠喜 到哈尔滨去 当时哈尔滨 有很多 沙俄的贵族和高级将领 跟这个杨翠喜之间 关系特别的密切 特别的好 特别的捧场 所以久而久之 这杨翠喜的名声 就开始大起来了 所以这金主啊 就觉得这杨翠喜 是个摇钱树 不能在这个东方小巴黎窝着了 咱们得到离北京最近的地方演出 这就到了天津了 这个故事呢 就从天津这里开始 宰镇当时啊 就是公元 1906年 1907年 宰镇当时有一项秘密的使命 这个秘密的使命是什么呢 表面上是考察东北三省 是因为清朝要在东三省呢 建立正式的啊 省一级的政权 设巡抚不正使等等 还要加设东三省的总督 宰镇负责考察 而秘密的是考察 袁世凯和徐世昌 因为当时慈禧太后 对着袁世凯尤其的不放心 为什么 因为袁世凯 是曾国藩李鸿章之后 又一个汉人 甚至是比曾国藩和李鸿章还要厉害 他掌握了北洋政府的核心武装 不是北洋政府 大清政府的核心武装 北洋新军 六镇呢 六七万精兵 驻扎京基附近 都有袁世凯一个人掌握 太危险了 从大清朝开国 都没有这样的先例 所以老太太特别不放心 他就让宰镇 你给我好好的了解一下 袁世凯 可是老太太哪知道啊 宰镇跟袁世凯之间的关系 那是多么的密切 差一点都叫四哥了 但是袁世凯 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老关系是老关系 如果不能为人民立新功 老关系也不管用 所以这个时候 袁世凯 发动一切能量 要把这宰镇 给他搞明白 就是用今天的话讲 彻底的搞定 用什么呢 用女人 就这北京的杨翠喜 就派上用场了 这个话题啊 其实袁世凯自己啊 早就知道 这杨翠喜的验名 这名气特别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前面讲了 袁世凯有一个最得宠的 仪太太 叫翠凤 她跟翠喜 这是小姐妹啊 所以袁世凯 一直就对杨翠喜 啊 惦记着 甚至当时有一首诗 啊 说的非常的清楚 翠凤生青 引洞霄 深深金屋更藏郊 周郎危重 孙郎贵 征线江东大小桥 就这个翠凤 和这个翠喜 当时在北京 天津 高层人物心目当中 相当相当于三国年代的 大桥和小桥 袁世凯得了大桥了 那这个小桥给谁呢 给自己的把兄弟宰镇 宰镇 从这个东北考察回来 陆京 天津 被袁世凯的亲信 段之贵给留下了 袁世凯把这么一件脏事 交给段之贵来办 就是说袁世凯这个人 他是很清楚的 干什么事 用什么样的工具 这段之贵就适合干这种事 再加上段之贵 自己也有私心 也有小算法 他要当省部级领导 当时段之贵的位置 是什么位置呢 相当于今天的天津市公安局局长 所以段之贵花了一大笔银子 几十万两银子 把这杨翠喜给买到手了 送给宰镇 宰镇当时听了一场杨翠喜的戏 看到半道 这辈子也就走不动了 漂亮啊 没见过呀 段之贵一看 这就对了啊 你要是见过 我这银子不就白花了吗 把这杨翠喜 打扮的漂漂亮亮的 送到宰镇的府上 具体说就送到床上去了 同时还备了一个大礼 九万两银票啊 通过宰镇送给庆亲王 作为庆亲王的寿礼 这两个大礼包 一旦送出去以后 段之贵 马上变成省部级干部 处理黑龙江巡抚 就相当于今天的黑龙江省委书记啊 整个官场就震动了 段之贵是个什么东西啊 科举没他的份 军工也没他的份 就这么一个司机马变出身的家伙 一跃成为省一级的领导 那大家还能干吗 所以这杨翠喜案 一下子就启动了 大家要干倒的目标 就是这庆亲王这爷儿俩 太不像话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宰镇的弟弟宰福 在1905年的时候 他就公然带着小姐 出入公开场所 推背换展 那个丑态啊 就没法形容了 而现在宰福的大哥 干的这个事更离谱啊 你把这么一个封尘中人 给娶到家去了 要当侧福尽 这大清朝还要不要脸了 要说这大清朝 昨天咱们就提过 你可以恨这个大清朝 他干了很多丧权辱国的事情 但是你还真不能瞧不起大清朝 因为大清朝的皇家 他是有规矩的 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皇家的 什么阿猫阿狗啊 身份不明的 什么主持人呢 什么这个那个的 你就随随便便进大清朝 这皇家的庭院了 不行 跟有的国家的那个皇家 那是不一样的 他不让这类人人物进去 所以这个宰镇这个事 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都说不过去 所以连慈禧太后啊 也坐不住了 那必须得找个程序了 调查了解一下吧 派了两个重要的人物 一个就是溥仪的亲爹 纯亲王宰丰 他领弦 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 孙家奈 大学士孙家奈 这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啊 那跟翁童和是一样的 孙家奈这个人 比起曾国藩 在看人这方面并不逊色 这是一个安徽的状元 人称寿州相国 安徽寿县人 所以今天咱们题目说 孙家奈看人狠狠呢 当初他看康有为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康有为是一个 见财起义的小人 他劝光绪皇帝 别跟他走得太近 这个人是见钱眼开 凡是对钱看得非常重的人 他成不了事 他这个德性上也欠缺 最后 康有为的所作所为 被孙家奈给言中了 那么这一次 孙家奈去调查这个庆亲王父子 孙家奈 又说了一段话 这段话就更有名了 但是显为人知 行了 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呢 就先说到这里啊 感谢朋友们上来 点赞收看和收听 欢迎大家关注 温相会员频道 经常有更新 感兴趣的朋友 希望你加入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